世界氣喘日 台灣胸腔劑重症加護醫學會表示 氣喘病患長期依賴短效急救吸入劑 很可能會增加急診住院的風險 希望破除患者對吸入劑的依賴 平常在用藥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我們就有病患的角度在想 我就有在用藥 為什麼我們的氣喘控制不好 所以呢我們就從一個 這樣的一個例子 我們之前的一個病患 他其實相當的年輕 大概可能是有三十幾歲 但是病患呢 其實在一個很嚴重的一個感冒 就導致這樣一個習性的氣喘發作 那就沒有想到說 他原本使用的藥物 都是這些短效的氣管活動器 所以越使用 他的狀況就越不好 他的控制的情形就越不好 今天強調了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一年超過三支的短效的氣管擴張劑 而且是越使用越多的短效的氣管擴張劑 他的住院的風險會越高 所以一個病人如果使用了五支 使用了七支 一年超過這麼多 那他住院的風險 更加會越來越高 所以這些是一個非常 不好的一個對氣喘在治療上面的一個 非常謹慎 所以還是再次的這邊呼籲的所有氣喘 患者應該要使用正確的吸入型的備護手 才能夠讓這些氣喘得到很好的控制 在台灣每十人就有一人有氣喘問題 王赫健教授分析 近21萬8千多名氣喘患者的用藥習慣 發現當中有高達16%的病患 每年使用短效急救吸入劑超過三支以上 比使用兩支以下的人 發生氣喘急性惡化的風險高出7成2 死亡風險更是高出9成 顯示長期依賴吸入劑是治療的錯誤迷思 希望藉由世界日導正錯誤的用藥習慣 減少氣喘急性發作與住院風險 記者溫宇俊台北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